欢迎大家收看六度中国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十字辞职信35岁美女教师裸茨 当年仅有一万人九年后 自爆开民宿先人生新一夜 舒尔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强调 实施两国方案是中东持久和平的条件 纽十 美财政部代表团将访华展开新一轮经济会谈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确诊患有癌症 已开始接受治疗 龙年健康年菜 龙锦情深乌龙茶洞 请大家收看 十字辞职信35岁美女教师裸茨 当年仅有一万人九年后 自爆开民宿先人生新一夜 新岛日报 2015年 一位名叫顾绍强的女教师写下了一封 仅有十个字的辞职信事件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引起了轰动 这封信在网上迅速传播 让很多人对他的勇气和理想表示赞佩 近日顾绍强回到了他的老家河南郑州 并成为了一名心灵鸡汤导师 顾绍强的辞职信在2015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他决定辞职是因为他觉得世界很大 想要去看看 之后 他和男友一起来到四川的青城山 在那里开了一家民宿 他通过民宿结识了很多旅行者 听他们讲述来自世界各地的故事 然而 顾绍强并没有像他所想象的那样环游世界 他回到了郑州 开了一家有二十多间客房的民宿 并成为了节目嘉宾和心理导师 他说自己很喜欢现在的状态 觉得自己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对于那句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顾绍强表示 每个人对这句话的理解都不同 对他来说 不一定要去到很远的地方 或者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只是想去体验不一样的人生 他称自己当时的决定是有感性和冲动的成分 但也有理性的考量 对于那些质疑他的人 他表示自己没有怂恿大家辞职 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 顾绍强用朋友的话来形容那句话 有毒 对不同的人来说 这句话可能是一盏明灯 也可能是一碗毒药 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运用这句话 而不是要和现在的人生割裂开来 总的来说 顾绍强的辞职信 在2015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他的勇气和理想受到了很多人的赞赏 如今 他回到了郑州 经营着一家民宿 成为了节目嘉宾和心理导师 他对于自己的决定没有后悔 认为自己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对于那句事件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他认为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同 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运用这句话 舒尔茨与内塔尼亚湖通话强调 实施两国方案是中东持久和平的条件 RFI法广 总结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 德国总理舒尔茨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湖的电话会谈中 呼吁通过谈判实现两国方案 解决中东冲突 舒尔茨还强调了改善加沙地带居民人道主义援助的必要性 与此同时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沙特阿拉伯 旨在推动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并试图促成沙特与以色列的正常化协议谈判 布林肯的中东之行将持续到8日 还将访问埃及 卡塔尔 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安 纽时 美财政部代表团将访华展开新一轮经济会谈 RFI法广 总的来说 美国和中国官员在本次经济对话中将讨论多个问题 包括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做法 工业产能过剩 低收入国家的债务负担 以及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 此次对话的目的是防止两国之间的误解 升级为贸易战 同时也是为了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确诊患有癌症 已开始接受治疗 RFI法广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被诊断患有癌症 正在接受治疗 白金汉宫表示 查尔斯三世对治疗持乐观态度 并期待尽快重返公职 英国首相苏纳克和美国总统拜登都表示关切 并祝愿他早日康复 此外 哈利王子计划从美国返回英国探望父亲 前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上 祈祷查尔斯三世能够康复 龙年健康年菜 龙锦情深乌龙茶凍 联合早报 茶凍制作方法 一将乌龙茶包放入开水中浸泡约5分钟 取出茶包 加入冰糖搅拌至溶解 二将燕菜粉加入茶水中 搅拌均匀 三将茶水倒入锅中 用中小火加热至煮沸 继续煮2分钟 四将茶水倒入模具中 放入冰箱冷藏至凝固 五取出茶凍 用刀子切成块状 六可以加入蜂蜜 桂花蜜或淡奶进行调味 也可以直接食用 七可以用薄荷叶进行点缀 乌龙茶凍的制作简单 口感清爽 适合作为甜点或下午茶食用 由于乌龙茶本身带有一定的甘甜味 建议减少糖分或者完全不加糖 以充分享受乌龙茶的自然清香 此外 乌龙茶还富含抗氧化剂 具有一定的抗炎 促进消化和分解脂肪的功效 龙年健康年菜 年年有余龙须面 联合早报 总结 三门鱼富含Omega-3脂肪酸 有助于降低心脏病 中风和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 番茄富含茄红素和维生素C 有抗氧化和降低患病风险的作用 生吃番茄可以保留维生素C 熟吃番茄含更丰富的叶黄素和胡萝卜素 龙年健康年菜 芝麻虾仁龙口粉丝 联合早报 这道芝麻虾仁龙口粉丝的做法非常简单 只需将冬粉煮熟备用 虾仁炒熟 然后将芝麻 蒜末 盐 鸡精和香油 混合搅拌成酱汁 最后将煮熟的冬粉和虾仁 放入酱汁中拌匀即可 这道菜的味道清爽 虾仁鲜嫩 搭配芝麻的香气 非常开胃 而冬粉的低热量和低生糖指数 可以帮助控制血糖和体重 因此 这道芝麻虾仁龙口粉丝 不仅适合夏天小暑 也适合想要控制体重的人食用 总的来说 这道芝麻虾仁龙口粉丝 是一道健康又美味的夏季小吃 尤其适合喜欢虾仁和粉丝的人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喜好进行调整 添加一些自己喜欢的配料 使其更加美味 中国仍是2024原材一指导因素 RFI法广 据法国智库西瑞浦预测 2024年原材料市场将受到地缘政治 气候变化和中国经济的影响 预计中国经济的复苏将成为原材料市场的动力 但能源过度进展不如预期 可能导致原材料价格走低 尤其是骨盒里的价格 然而 同个价格可能会上涨 因为它被视为未来最重要的战略原材料之一 此外 中国的产量和进口量仍然对市场起着重要作用 特别是对玉米和大豆的需求 在能源方面 原油价格预计将保持在每桶70至90美元之间 煤炭价格可能下降 而天然气价格将恢复正常 这些预测表明 中国仍然是全球原材料市场的重要因素 中国经济的复苏将对原材料价格产生影响 尤其是对股 笔合同等关键原材料的需求 此外 中国的产量和进口量也将对市场供应起到决定性作用 然而 能源过度进展的不如预期可能导致一些原材料价格走低 特别是能源相关的人材料 因此 在2024年 投资者应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和能源过度的进展 以及全球的地缘政治和气候变化情况 以便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 中国招商银行前行长被控受贿一审死缓 RFI法广 据报道 前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被指控受贿 满用职权利用未公开讯息交易 内幕交易 泄露内幕讯息等罪名 湖南常德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田惠宇被指控在担任招商行长期间 非法收受财务2.1亿元 并干预招商银行附属机构的经营决策 导致国家利益受损 此外 他还利用未公开信息从事证券交易 非法获利2.9亿元 田惠宇被认定为证券内幕信息知情人员 在相关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证券或泄露信息 非法获利807万元 测计 选前最后舌战 火药味少了 联合早报 印尼总统选举前的最后一场候选人辩论 在教育 卫生 就业等主题上进行 三名候选人在证件上大致同意彼此的观点 普拉伯沃在这次辩论中表现较为平缓 而甘查尔则展现出较积极的一面 最激烈的交锋 围绕普拉伯沃的免费餐计划 和甘查尔的免费互联网计划展开 根据社交媒体研究机构的数据分析 阿尼斯和甘查尔在辩论中的表现相对获得网民的好评 而普拉伯沃则收到了一些负面评价 虽然普拉伯沃在多项民调中领先 但他在社交媒体上并没有完全占据主动 最后一周的竞选期 选民和参选人都感到疲劳 但哪个候选人能在最后关头拉近与目标的距离 仍然是个未知数 揭露酷刑的维权人士李乔楚删滇政权罪案宣判 获刑三年八个月 RFI法广 中国维权人士李乔楚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三年八个月 并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李乔楚在拘留期间曾公开谈论 著名法律学者许志勇遭受酷刑的细节 并表示自己在拘留期间也遭受虐待 国际特赦组织指责中国当局将李乔楚监禁 是为了报复他公开反对酷刑 呼吁保护他不再受到虐待 并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蝉翼投资报对付危机 信徒梦未醒一切会好 新岛日报 近日 深圳资产管理公司李乔峰陷入对付危机 债务预计超过1300亿元 尽管如此 仍有不少投资者对公司保持信心 认为一切会好起来 秉一峰的特色是玄学投资 其创始人隋广义 自称是新世纪的巴菲特 他的投资策略以东方古典哲学为基础 然而 有关部门以两度发出非法集资风险警示 指出 秉一峰在深圳的经营主体 不具备从事金融业务资格 尽管如此 仍有不少投资者坚信 公司没有问题 能按时收到分红 秉一峰的办公地点 位于深圳福田的宾河时代大厦 53、56和58楼都是起地盘 然而 近期已有不少投资者发现 53楼已经是半半空状态 而58楼也显得冷清 但是 56楼仍然热闹非凡 有大量投资者前来咨询投资情况 李一峰的投资策略以禅一投资法为基础 隋广义自称为新世纪的巴菲特 尽管公司平线对付危机 但仍有很多投资者对其保持信心 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面对对付危机 顶一峰仍然在继续给投资者画饼 去年11月 该公司发布了阿联酋某亲王与隋广义的合影 并宣称双方将在金融、大文旅、教育、大健康等方面展开合作 意向投资300亿美元 此外 顶一峰还提出了数字期权转型方案 要求投资者不能退出封闭8个月 虽然有投资者发起了多轮集体维权 但仍有人相信公司没有问题 能按时收到分红 一位投资者表示大家都希望公司好 不必讨说法 另一位投资者更是坚信公司没有任何问题 放心地表示一切都没问题了 教主隋广义演讲希克、陆克文等领袖站台 星岛日报 顶一峰之所以能够将投资者变成信徒 主要是因为核心人物隋广义的推动和宣传 隋广义自称是北斗七星转世 以此树立了自己的神秘形象 他通过讲故事和宣传自己的慈悲入世 无我利他的理念 让投资者相信自己是得道之人 此外 隋广义还邀请了世界名流为其站台背书 如法国前总统萨尔科奇、澳洲前总理陆克文 日本前首相揪山游记夫等 这些名流的出席为顶一峰增加了信誉和认可度 在顶一峰发布的视频中 信众们纷纷表达对隋广义的崇拜和支持 称自己此生无悔入老顶 甚至把隋广义的照片设为手机屏保 以获取能量和福报 总之 隋广义的个人魅力、宣传手法和名人背书 都是将投资者变成信徒的重要因素 湖南鸡血压塌菜市场一死十三伤 星岛日报 目前 救援人员已赶到现场进行搜救工作 并将受伤者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事故原因尚不清楚 相关部门已展开调查 此外 湖南、湖北等地的交通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多条高速公路因为积雪和冰冻关闭 导致大量车辆滞留在路上 一些人不得不在车上过夜 甚至有人下车减柴取暖 交通部门已派出救援队伍 积极帮助滞留车辆和乘客 此次雨雪天气还给当地的农业造成了一定影响 部分农作物因为血压而受损 加上低温天气 农民们正在采取措施保护农作物 中央气象台预计 雨雪天气将持续到本周末 各地要加强防范 避免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同时民众要做好防寒保暖工作 避免出行和在户外活动时发生意外 华裔作家杨恒均间谍罪判死缓 新岛日报 澳洲籍华裔作家杨恒均用名杨军因间谍罪 在北京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澳洲外交部部长黄英贤对判决表示抗议 并指出该判决令人震惊 中国外交部强调 法院是依法对杨恒均作出宣判 并充分保障其权利 有学者认为 这一判决给中澳关系蒙上阴影 杨恒均曾在中国体制内工作 移民澳洲后 在海外撰文评论中国时政 并宣讲民主 他在2019年1月回中国后被当局带走 判决消息由外媒率先披露 杨的家人对死谎判决感到震惊和悲痛 德国外贸疲软引担忧 经合组织下调欧元区经济预测 德国之声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德国的出口额在2023年同比下降了1.4% 进口额下降了9.7% 这主要是由于全球需求低迷 海外市场保护主义增加 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 德国工商大会和德国批发 外贸和服务协会都表示 德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面临着压力 并呼吁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来保护外贸企业 另外 经合组织预测了2024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 将世界经济增长预测 从2.7%上调至2.9% 但对欧元区的增长前景不乐观 经合组织还指出 中东冲突和红海局势紧张 可能对经济活动产生重大风险 导致消费物价上涨 德语媒体 美国人与其怕中国还不如怕特朗普 德国之声 近日 德国《每日劲报》发表了一篇题为 美国永远害怕衰落 为什么这一次可能是真的的评论文章 文章指出 美国早在18世纪初创时 就担心自己的国家会陷入衰落 这种情绪在二战后 更是走向了新的高潮 然而 美国不可能再像50年代那样 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一 虽然中国的崛起被看作是美国衰落的证据 但从绝对实力来看 美国仍然更加强大 并且有多项长期优势 如地理优势 能源自主 金融体系 人口结构 科技领先和人才吸引力等 然而 作者警告称 如果美国走上退群 抛弃盟友的歧路 将严重削弱美国的软实力 另外 瑞士新苏黎世报发表评论文章 恒大案判决后 北京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文章指出 香港法院就恒大进行轻盘判决后 北京当局必须展现出 重视外国投资者利益的态度 过去 投资者往往被中国的高增涨率 庞大市场规模和企业创新能力所吸引 但是他们时常忽视了一点 一旦出现问题 投资者的命运就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 此外 中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不可预测性 也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审视其在中国的业务 中国官方之前发出的积极信号 试图让外国投资者减少担忧 但作者认为 现在轮到中国政府采取进一步措施 巩固谨慎积极的趋势 以上两篇文章都指出了美国和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和竞争关系 美国虽然面临相对衰落的趋势 但仍然具备多项长期优势 而中国的崛起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不确定性 两篇文章都提到了国家安全问题对外国投资者的影响 以及中国政府对外国投资者的态度和措施 这些问题都体现了当前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边境管控 人物拨款 美参议院新法案能过关吗 德国之声 美国参议院公布了一项提案 涉及金额1180亿美元 旨在加强边境安全 向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援助 该法案包括200亿美元用于加强美国边境安全 600亿美元用于援助乌克兰 以及141亿美元用于对以色列的安全援助 此外 该提案还包括魏加沙 约旦河西安和乌克兰平民 提供100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虽然该法案得到总统拜登的支持 但可能面临共和党强硬派的反对 通过的前景不确定 移民问题是美国人民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克朗普一直将反对移民作为重点议题 该提案还建议对庇护申请者实施更严格 更快速地审核程序 引发了一些民主党人的担忧 此外 该法案可能是拜登总统 向乌克兰提供战事援助的最佳机会 路透 澳大利亚不担心受中国经济动荡影响 德国之声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依赖较大 特别是对钢铁和铁矿石的出口 然而 澳大利亚并不完全依赖于中国 因为其经济与其他国家也有很多互补信 澳大利亚的出口到中国 在过去几年里保持了强劲的增长 尽管中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动荡 可能会对澳大利亚产生一定影响 但整体上并不会对其经济造成重大破坏 澳大利亚央行的研究显示 中国的动荡对其国内通胀的影响很小 因此 尽管中国经济的问题可能会对澳大利亚产生一些影响 但澳大利亚并不完全依赖于中国 有能力应对潜在的风险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